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学的极致生活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肌肤过敏与敏感的不同 过敏是指,身体的抗体对过敏源出现了过度的反应 此反应会使身体出现一些不适与症状 而皮肤过敏则是当触摸、食入、吸入过敏源之后 而产生过敏反应 一般过敏反应的特征是发痒 同时可能也会伴有红肿、脱血、水泡等症状 大部分的人当脸部发生症状时 第一个反应就认为是过敏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敏感性肌肤对于外界刺激的耐受度较低 容易引起某种程度不适 这种肤质的人通常皮干燥容易脱皮起屑 且皮下微血患阴险 许多外在因子都可能对敏感肌造成刺激 进而引发泛红、发痒、紧绷、粗糙、皮疹、稍着感等情形 尤其在季节交替、冷热温差差距时 皮肤会变得特别的不稳定 皮肤过敏为皮肤接触到特定过敏源的发炎反应 可以藉由医疗筛检找出而避免 敏感性肌肤则是一种体质 导致肌肤红肿发扬的成因非常多 例如坐席、日晒、气候、保养品等等 当然也包含过敏源 此可知皮肤过敏只是造成敏感性肌肤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若已知自己的不敏源是什么 且已避免 但皮肤仍中出现敏感的状况时 必须注意自己是否为敏感肌 想改善你的敏感吗 来做肌肤检测吧 我们下次见